嗨大家早安 今天呢是5月23号的早上10点 那么等一下呢我就要去打疫苗了 我打的是AZ的疫苗 所以我今天就是想要给你们记录一下 我打AZ过后有什么症状啊 然后过程啊之类的 因为我相信之后会有更多AZ的疫苗进来 然后可能很多人会很好奇说 诶打疫苗到底是怎样的 然后还有AZ到底是不是真的 可能很有问题 还是副作用是不是真的特别多 所以我这次呢就要给你们实测一下打疫苗 哈啰 哈啰啦 这里有COVID vaccination center 这里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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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不错耶有很多警察来就是维持持秩序 所以就不会很乱 那种就是找来的人全部要在外面等 这样里面就不会很挤太棒了太棒了 在后我没有走到 没有人们放在外面 没有人们放在外面 没有人放在外面 请大家打开你的网站 麻烦 希望可以有计划 又要是计划 Pull the To provide Thank you 那裡 哦 OK 我現在要去排隊了 拜拜 這裡是 Station 1 然後這裡是 Station 2 對面是 Station 3 來吧 目前這裡被安排到超級有秩序 我覺得還蠻開心的看到這樣的狀況 目前的Update是這樣 我現在要上去四樓大陣了 然後上去四樓大陣 然後… 謝謝 好緊張 一一一一一二 一一一二一 三二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一 一二一 一一一二一一 我在去看一一一一一 可以嗎 還可以 我沒有看到影片 那你沒有 YouTube 可以嗎 你会上编表我吗 我ordo我 啊呀 我最近会是 先我戴上这些 我都知道你们 所以我们先戴上视频 请你名字吗 我先戴你 看你 对 你画了手 你画了手 左手 可以用这个 但是我用这个 所以 所以 你不需要进去的 你做的 你做的好 好 可以 但是你做的好 好 好 我先做的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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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可以自己的照片 好 谢谢 你怎么看你的视频 你能看吗 可以订阅 Alicia Choo 可以订阅 Alicia Choo 可以订阅 可以订阅 你怎么看 ID是吗 ID是吗 所以我可以订阅你 Faris 下次你订阅 OK Bye Faris Thank you Just the last thing to explain Go down step on observation OK Thank you 这里的人很nice 我喜欢 所以他现在叫我 我现在已经打完针了 然后我现在要下去 Yeah OK 要下去楼下observe 有没有问题 For 15-20分钟吧 Yeah 然后我觉得 我在这里的体验是蛮好的 然后打针的人也很nice 然后维持持续的人也是很nice So 我是很满意啊 OK OK For observation Go to car the E1 E1 OK Hi 各位 现在我已经等了十多分钟 然后没有任何症状我就可以出来了 我现在就可以回家了 所以 Yeah 我等一下回家再跟你们倒背一下我今天的经历 然后还有给你们看一下我之后 有没有什么发烧啊什么症状之类的 Yeah 我们回家见 OK 我要跟你们review一下我刚刚去打针的经验 我觉得他们全部人都很nice 就不管是警察啊还有那个穿军装的人 只是全部都很nice 他们完全不会很很很不nice 然后打针的人也是很nice 然后那种doctor也是很nice 全部的人都很nice 所以这个是个很好的体验 所以我觉得 其实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恐怖 然后 很多东西都 都被安排到很好啊 就是你不会觉得 Oh shit 我现在要做什么 然后我好像不清不楚 这样子 全部东西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 Yeah Good job 我现在要去冲凉 然后去看一下等一下有没有发烧 哈喽各位 现在呢是第9个小时off 我打了 inice的这个vaccine 因为我刚刚打的时候是 应该是12点 现在已经是8点多 快9点了 就是其实 完全没有发烧 完全没有发烧 就是没有什么很严重的symptom 只是呢 刚刚我吃完午餐过后 差不多哦 2点的时候 就觉得很累很想睡觉 然后就跑去睡觉 然后我刚刚还可以 跑去做运动 我还可以拿牙铃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像我的症状没有到很明显 所以我会在monitor看下明天 有没有什么很严重的症状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应该是直接skip到去打第二dose的那一天 或者是这个影片就可以end了 因为其实我迫不及待想要给你们看 就是我打的AZ的这个过程 因为其实我很 就是我觉得这次政府有好好安排打AZ的人 然后大家都很有持续 所以我很迫不及待想要跟你们分享 现在是我打疫苗的第10个小时 差不多要11个小时 我开始发觉好像有点点头痛 就是 很奇怪 可是我摇头的时候头很痛 我觉得好像有点点发烧的感觉 就是好像有点全程有一点点发冷 然后还有一点点 好像你们平时发烧 不是那个鼻子好像会有一点点热气这样子 对吗 就是那种感觉 我还不懂我要不要吃Panado 看下状况 如果我觉得很不舒服我就吃 如果还ok这样我就直接睡觉 然后第二天再看怎样吧 ok各位我现在决定了要吃Panado 现在已经是第准准12个小时 就是有一个朋友呢 就是跟我讲 因为他之前有打这个AZ的经验 然后他其实是在第12个小时呢 才开始发烧 所以他是建议我吃Panado睡觉 然后第二天就比较好一点点 所以我现在要吃Panado睡觉 然后他叫我去买100plus 现在店应该都关完了 所以我我妈咪明天应该会 帮我去买100plus回来给我喝 然后表姨叫我表姨 我朋友叫我要休息很够 所以我就看每天的状况 如果每天早上起来还是很不舒服 我可能会请假就是休息 我现在头很重 可是我觉得我现在好像越来越烧 越来越烫 越来越烫 yeah ok啦 晚安各位 我们明天见 现在是我打AZ30 快10个小时了 然后 现在已经是早上了 第二天的早上 8点 然后 最晚上完全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睡到觉 因为 一直起来 然后 就是很不舒服 然后一直发的 然后我整晚完全没有开AZ30 可是我就是一直盖着背 超冷 然后 我现在完全是 手脚很软 我刚要拿电话起来按东西 整个手 是好像很软很软 然后 控制不到AZ30 还有就是 我左手被打的地方 超级痛 就是 我 转过去 压 压 就是那个手臂的时候 超级痛 然后 因为我家里没有温度计 所以我不知道自己烧到的 ok啦 第20个小时的update 就到这里 我觉得 我等一下应该会请假 虽然我还是work from home 但是 完全没有力 哈啰大家 现在是晚上的9点39分 也就是我打了疫苗之后的第34个小时 然后现在我的状况好了很多 但是今天的一整天呢 其实我都是烂在我的床上 因为真的是身体 所以 就是一直发冷 然后 有时候会没有力 然后 吃好Panado 过后又好回了 就好像我现在这样子 其实是好了 我建议大家 如果你们去打AZ的话呢 第二天 最好就请假 然后 好好的休息 这样子 因为我本来以为 想说 我本来是没有请假的 可是今天早上 8点起来的时候 我发觉 状况不对劲 然后就赶快call 我们的老板 然后跟他请假 这样子 我这次的第一dose的vlog 就结束到这里 如果真的是有什么东西 过后又有再发生的话 我可能之后再vlog 可是我相信 应该不会再vlog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video的话 记得帮我按个like 然后 如果你们也是有朋友要去打AZ 或是你们也自己 家人有打AZ的话 记得把这个video分享给他们 就是给他们有更多knowledge of 打这个疫苗的时候 会遇到什么状况 还有就是打完之后 会遇到什么状况 还有就是打完之后 哦 然后大家去打疫苗 记得要带笔 因为他需要你填资料 然后 他是会provide笔啦 可是自己带自己的 比较好嘛 ok啦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